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继续讲《梁黄宝忏》 今天是第四日 我们已经拜到第卷七 未去到卷七 现在去到卷六 我们温故而知身 《梁黄宝忏》真正的名字 原名是慈悲道长忏法 是保智禅师和一班高僧大德 去编制出来的 为梁母帝 王侯欣士超度而编制出来的 里面是 习三藏十二部之原文 智公习花藏之原文 《六群经》之圣号 《六群经》之圣号 《圆文》有四十品 《群经》之圣号 我们拜二千多余拜 念佛菩萨的圣号 即是又读文又拜佛菩萨 所以《梁黄宝忏》 《卷一》里面有三品 有四十品 但我们现在已经拜了第六卷六 《卷一》三品 一开始开宗名义 是归三宝品 第二是断仪品 第三是忏悔品 《卷二》又拜了三品 第一品是第四品 《卷二》又有三品 法菩提心品 法愿品 法回向心品 我们知道这些有甚麽重要 很重要 如果你做甚麽 你能够知道 温固而知身 知道你做过甚麽 不是你口重 意忘 不记得自己做过甚麽 每个人都应该有 如果别人问到你佛法 你都知道 你要归三宝 要断仪生信 要懺悔 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是总法的法愿 佛道无上世愿成 你还要发个别的法愿 大家每天都要发个别的愿 别愿 之后还要发回向心 发回向心 令自己念念不忘 回向 重要在甚麽呢 令你念念不忘此心 卷三是显果报 显果报 讲因缘果报业力轮回的道理 梁皇宝探用了两卷 卷三和卷四都是显果报的 你说果报 因缘果报业力轮回 这个哲理是多重要呢 如果你们不懂得 因缘果报业力轮回 亦不相信 因缘果报业力轮回 你不单止不懂佛法 连世间法也不理理会 很危险 对人生是非常危险的 卷四除了显果报 还有显果报之后 还有出地狱 我记得有一位大学校长 有一位大学校长 跟我说 不要说名字 说人名 他说 我相信佛法 在我开始的时候 相信一件事 如果有下一世才公平 如果没有下一世 这个世界不公平 我做了好像坏事 我没有下一世 不用报应 但有地狱 有了地狱便公平 有了地狱 不单止不是恐怖 还是令整个 三界六道更加公平 更加公道 为什么 你在现世做错事 有法律裁判你 身亡之后 做错事 哪一件事裁判你 原来你虽然改言逆切 你转了你的形状 原来还要落地狱受苦 所以地狱 不会枉治一人 非常公正 公平 严明 比人间更公正 比人间更合逻辑 更严明 更公正 为什么 人间的认据 人间的惩罚 是用于 罪犯和正敌 而且一人犯罪牵涉 无量那么多人 这叫做文字欲 在中国的历史上常见 一人犯罪灭狗族 地狱不是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们再分析一下 梁皇宝鑫里面讲显地狱 我们再去分析 我们经常要用分析头脑 去看佛经 不是一句看完就算了 我们再去分析一下 原来人可以 做这麽 凶残的事 有这麽多凝聚 大家不要笑 为什麽 我们每天要忏悔 我们不知我们前世有没有做过 我们不知我们将来是怎样的 你还不速速去忏悔 你以前有没有是其中一个 私凝聚于众生的人 我不敢担保我没有 这麽无量千百万亿世 我所做的恶业 如果有体相者 虚空不能形受 为什麽我现在 这麽多不如意的事 我将来的命运 我都不知 为什麽 我以前所作的罪业 有很多 我会否有些凝聚 我有帮忙做这麽 不好的事 有没有这麽业障的事 多数都有 所以梁皇宝忏叫你忏 梁皇宝忏叫你日日忏悔 如果你不忏悔 将来也不知怎样 现时好未必将来好 所以卷三卷四 显果报 出地狱 卷五 卷五 是什麽呢 我们昨日读过卷五 今日读卷六 卷五和卷六 两卷都说一样 这也是很重要 卷三和卷四 显果报和讲地狱的情状 卷五和卷六是什麽呢 讲很实际的事 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 说什麽 解冤色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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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冤色结为什麽要用两卷来说 卷五 解冤色结是什麽 先解亲怨 卷六是什麽 解四生六度 对疏者 一切众生所结的冤对 卷五是什麽 卷五是什麽 好有条理 先讲亲 然后说疏 今天 用二十分钟的时间 和大家讲卷五和卷六 为什麽 解冤色结 什麽是解冤 我们要解除 陆亲裏面的冤 冤仇 色是什麽 色是放开 放开与陆亲裏面所结的一切烦恼 陆亲是什麽 父子 夫妻 兄弟 姊妹 孤儿 宿伯 陆亲 我们陆亲裏面 很多冤对 所以在家 有些日日吵架 没有日和 要是婆媳不和 要是夫妻不和 兄弟不和 姊妹不和 姑姐不和 宿伯不和 增家产 增产业 层出不窮 不用我说 三世怨对 六亲眷属 什麽是三世怨对 如果家庭有问题 不要从三世说 从现世说 冰冬三尺 非一日之寒 如果家庭有烦恼 这是现世人事的矛盾和冲突 例如 个人的性格不同 习惯不同 教育不同 工作压力不同 家庭经济不同 居住环境不同 这些 是现世的 还有过去世的怨对 有些人说 现在我们家庭的烦恼 都是因为过去世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过去世 现世的反围 并不严重 我们十方皆是有缘人 这六亲 从过去世的层面来看 父子 兄弟 姊妹 姑姐 叔 儿 叔 伯 六亲 眷属 大家都是因为前生种下未了之恩 而今世继续相处在一起 以前有未了之恩 换句说话来说 宿世大家也曾相识 所以我常常 套用白居易的一首诗 同是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们都是淪落在三界六道之中 这些淪落人 以前 都相识过 我们俗语也有一句说话 无缘不作夫妻 不识善缘便是恶缘 无债不成父子 必是土债便是还债 当然这两个extreme 有些差多少不定 兄弟姊妹亦伏如是 所以古德劝道我们 神于造恩 一定要结善缘 不要结恶缘 以其共结善缘 共结善恩 如果今天 你家庭有烦恼 带着你 亲倩来听 你说多好 但没有福份的人 怎能来听 他根本没有福气 没有善根 你拔他也不来听 他宁愿去 做其他事 打麻雀 玩 聊天 行街 旅行 没有法子 所以我们要种植善恩 有些人说 亲人处在一起 一定是恶 一定是不好 有些家庭很和合相处 没错 有些是恶缘 有很多是善缘 所以印钢法师文抄里面说 亲人不爱乎因四种原因而相处在一起 第一 报恩 第二 报怨 第三 还债 第四 土债 以父母子女的恩缘关系来举个例 举个例说明 为什么有时是善缘 如果子女是因为报恩而来 他会孝顺父母 报答亲恩 或者努力学业事业 江中遥祖 令父母引以为荣 相反来说 如果子女是因为报怨而来 他会行为五逆 不听劝教 事常令父母担忧 子女令父母担忧的个案 很多很多 如果子女是因为还债而来 还债给你的 他会供给父母知才享用 但未必会孝顺你 给钱而已 他欠你钱就还钱 他没有欠你感情 没有感情之债 相反如果是土债而来 今生 便会花费很多金钱作为补偿 于是辉霍无道 严重 可以令父母倾家荡产 他是土债 有些居士会问 既然大家有亲缘 大家相处 为何不互助互外 要根根计较 要土债还债 为何要土债还债 报恩报怨 我们不应该 是不应该 但这些是宿世做了的 因 今世 这个果是要结的 不是你说 我原谅了一切 你原谅我 我原谅你 这么容易 所以 人与人之间的 我们每天忏悔 为何 冤亲债主很多 他不放过你 冤亲债主 为何每天要忏悔 他不放过你 你明白佛法 你解了你的冤孽 解了你的结 当时解了 可能回到家 你一受到烦恼 你又不解了 根据《慈悲梁皇宝》 卷五说 一切六亲眷属 皆是我等三世怨根 一切怨对皆从亲起 若无有亲 则无有怨 若能离亲 则能离怨 为何我们共住的人 亲戚朋友 六亲眷属 有这么多烦恼 你的丈夫 妻子 儿女 有这么多烦恼 就是因为两个问题 根据梁皇宝忏说 有两个问题 梁皇宝忏分析都很清楚 好像知道你的家里发生了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有亲缘 你与他有亲戚的关系 如果你的儿子 女儿做错事 忤逆你 你灸心灸肺 别人的子女做错事 关我什么事 你自己的子女 你自己的子女 就关心了 因为有亲缘 别人的 丈夫病 关我什么事 自己的丈夫病 灸心灸肺 很担心 我告诉你 每个人为自己的亲属病痛 不如意的事 而悲哀而流泪 根据佛经说 如果可以量 你哭的眼泪 你为父母 六亲眷属 他们有病痛 你而哭的眼泪 生生世世 如果可以量 你的眼泪就像大海那样多 如果你继续在六度轮转里面 你下一世一样的眼泪再累积下去 为什么 你离不开六度轮回 你下世仍然是做人 仍然是轮回六度里面 又有你的丈夫 又有你的妻子 又有你的儿女 你永远都在六亲眷属里面打滚 逃不出六度轮回 速速 若能离亲 则能离怨 你能离开亲 什么是出家 持亲 出家 悉心 达本 视为沙门 出家人要离亲 离亲才是修道德 不离亲怎修道 你每天对着亲属 不是叫你不尽责任 你是爸爸 怎能出家 有子女要养 你要照顾你父母 怎能出家 你父母年纪老迈 怎能出家 但当你父母 已经往生时 你还天天滋养自己的身体 不愿意修行 不过是浪费时间而易 我们的时钟 一旦成亲之后 共同相处 共住 有两个原因 有没有烦恼 亲属的烦恼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亲缘 第二个原因是共住 不共住 烦恼也少 一旦结婚之后 本来面目 相向 大家都不忍让 累积怨对 你想想 如果两人同住 两人同住 彼此发生争执的 便会种下怨根 但再相亲相近 怨根渐渐越来越深 如果分处易居 即是大家不相见 日久试过境迁 不会有怨恨 会少了争执 争执是因为有亲缘共住 这问题是怎样 人有很多烦恼 如果天天 天天地逆逆逆逆过这一生 不修学佛法 不想了解佛法 你错过这一生 来到佛堂 只是 烧香拜佛 吃草就走 虚度了光阴 速速修行 如何修行 是否要深山修行 翟着脚 念佛修行 不是 要找出如何超脱六度轮回 超脱生死的方法 下一世不要再投胎了 又做人太太 今世够运 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有没有第三者 不知道 可能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的太太 不知道 下一世未必有这麽好彩 古德云 爱不重 不生娑婆 情爱感情不重 不生娑婆世界 娑婆即是这个世界 什麽是娑婆 堪忍 忍受痛苦 人是因为有爱情 情爱的牵线 所以轮回生死 情爱不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欲 包括父母 子女 兄弟 姊妹 孤儿 宿伯之间的亲情 亲情 爱不仅是夫妻男女的爱欲 所有的亲情 为什麽 怨从亲情而起 举个例子 子女从幼时父母的教导 子女做的对或是不对 父母教导 没有什麽怨恨 当子女慢慢成长时 说她一句 她不听你说 甚至反叛 这些虽然是亲 慢慢有怨对 很多时候 情爱 很多人说亲情是好的 为什麽佛经说有问题 亲情是好的 但我与各位说 爱不仲 不生疏婆 亲情如水 水能复舟亦能在舟 如果亲情处理得适当 不失为一种励志向上的动力 又如东洋化水 抱润大地 可以奋发人性的真善美 孟子 母亲 亲情够不够浓 三千 教育孟子 亲情处理得适当时 能够激发人性的真善美 能够造成人才 但如果处理不当 例如纵容 匿外 自私 猜疑 妒忌 愚孝 不单使亲人产生烦恼 甚至生怨恨 甚至家破人亡 你会否处理亲情 这些全部是梁皇宝忏说 卷五和卷六 所以大家要注重情爱 情爱不是一件好事 有些人说情爱 有些男女的情爱是好的 白居易说过一句杀手诗 两句说话 伤恨不如潮有顺 伤思似觉海非深 是什么意思 男女相爱 大家分开 女方看到海水 便想起男方 恨你男方无情 走去 恨你比不上潮水 潮水还有时期 慢慢回来 有一定的顺期回来 而你又不回来 再相思下去 这个爱比爱更深 其实 人是因为有爱情 有爱情产生问题 自古以来 男女被困 被爱情所困 为爱而成痴 而产生 怨真仇恨的悲剧是多少 所以 欧阳修 有句说话 人生自是有情痴 此恨 不关风与月 这是为什么 我们很多作家 电视 电台 用风花雪月的自然运行 来描写爱情 我们换句说话来说 to glorify love 将爱情这件事 标榜 gratify 这个爱情真是最好的 又用风花雪月 所以那些年轻男女看到 爱情小说 电视 很迷恋爱情 风花雪月 如这些风花雪月是为爱情而生的 其实这些不过是文人 那种以来浪漫的 情怀寄于风月 它是形容男女之间的爱情 其实 心里面的情愁 与身外的风月 是无关 是因为众生内心产生这种爱欲 因为爱情而产生的 杀导淫的事情 很多 所以情侣夫妻之间互相执着爱情 佛经称为什么 因爱 世人就是沉溺在爱情之中 而为因爱所前 所以欧阳修说 人生自是有情痴 有情是一种愚痴 而且如果爱情处理得不妥当 贪亲之杀导淫妄 都要一齐出来 所以 我们说 《梁皇宝三》里卷五说 为何六亲眷属家庭会产生烦恼 第一是亲缘 第二是共住 还有原因 互相责望 什么是互相责望 《慈悲良皇宝采》里说 《卷五》里说 亲戚眷属 极生责望 或父母责望于子 或子责望父母 兄弟姊妹一切佳然 更相责望 少不适宜 便生亲老 若有财宝 亲戚敬求 又得者越以为少 越得越为不足 百求百得 不以为因 一不清心 便生愤怒 即是 亲戚朋友 互相责望 我是你弟弟 你一定要帮我 我是你的儿子 你一定要帮我 我是你的侄 你一定要帮我 很多时 他责望于你 他对你有一种期望 因为你一定要帮他 你不帮他便不对 不对 兄弟姊妹 叔伯夫姐朋友 你期望我 我期望你 我要你帮我 你不帮我便不好 你一定要 你奉旨要帮我 这责望有物质上的责望 他欺求更多的资财 产业有物质上的责望 我是你的侄 我是你的外生 你在温哥华 你在加拿大 我外生 我的侄 我的侄的儿子 考试考不了 读不到大学 我现在要 推他来加拿大 你和我照顾我的儿子 我很感激你 你一定要是这样的 你是我们的亲戚 你要照顾他 这是你的责任 来到之后 大家是亲戚朋友 来到这里 第一 他又不听话 又误逆 晚上一两点才回来 读书读得不好 你打电话 不行 他这样 我要带他 可否让他回去 你让他回去 他便没有前途 你一定要帮我 帮帮帮帮 结果闹了 这些个案 可以写到一本书 我们不看新闻也知道 有些哥哥 姐姐 申请她来加拿大 经过很多困难申请她来 申请后大个吵架 吵架后 她说 我申请你来的 就是因为你申请我来 所以我失败了 我卖了我的屋 我本来的屋只剩四百万 现在不止了 现在值一千万 我卖了它 没了六百万 你现在害死我 他当时叫你申请的时候 不是这样 互相责望 这些物质上的责望 感情上的责望 有些亲戚朋友 六亲眷属 要期望全情的关怀 尤其是夫妻 要你全情的关怀 全情的敬爱 六根眷属各有天伦所暗扶的责任 夫妻要有相敬之情 兄弟有互助之义 父母有教育之责 子女有尽孝之德 这些责任是无形的承诺 引起大则彼此的 期望 但在现实生活中 这些承诺未必一日实现 实现到也未必令你满意 你一不满意 便有烦恼产生 善撒 感情上的期望 感情上的期望 哪有限制 这些 全部是亲缘 所以六亲眷属里 得者越以为少 越得越以为不足 所以大家 在亲缘里有很多烦恼产生 这里有很多烦恼 六亲眷属 宿世三世的因果 以前 牵引下来的 你先要自静 什么是自静 自我检讨 要改变自己 你要求你的丈夫改变 要求你的宿伯亲戚朋友改变对你好 你又不对别人好 你要求别人 而不改变自己 世间上有没有 这样的事 你不要改变好 要求别人对你好 不可以 先自静 所以 经文里面 教你自静 自静 大家要知道为什么 里面说了一句是什么 前解结是总相 亦必须自静 努力修行 回向怨亲 自静 自静 改变自己 先要修持自己的内心 要清静 你自己做人要懂得做 你自己要慈悲隐让 有智慧 你要修行 自己修行 自己懒悔 能够自己改变 你改变了自己 你就自然会改变别人 所以自静是很重要的 我们 大致上 改变自己 还有少少时间 如果要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关系 要自静 首先要检讨自己 改变自己 很多人不知 恨某个人 恨哥哥 恨弟弟 恨到忠 打架 喊撒 恨到大家 默露相逢 点头也不会 点头 而且根根继架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 敬仁者仁行敬之 自己要先尊敬家人 不算旧障 忍辱包容 这样才能够改善这个环境 对于前生所种下的怨因 不仅是这一生 有时说我对我先生 或者我巨外太太 我对我六亲变属很好 为什麽都改善不了 因为有缩因 前世的因 对于缩因 我们要有一种态度 因为以前种下这个恶因 前世 要有什麽态度 除缘 消构业 不再作身殃 用这个心态去化解 佛经教导我们要怨亲平等 用怨亲平等的心理 去处理苦方 对于旧恨心感无怨 要落作意还债 报恩 我要还给他 我要报恩 对于新的怨 要有忍辱包容 以慈悲为本 大家要常记住什麽是慈悲良好补忏 慈 为什麽 慈能与乐 悲能拔苦 慈即是给快乐别人 给安乐给别人 有没有给快乐给安乐别人 因为你时常劳乱别人 时常骂人恶口 两语 耳语 如果是这样便不是慈 悲是什麽 拔苦 悲能拔苦 你有没有拔除别人的痛苦 你不单无这种加别人的痛苦 便不是慈悲 所以今天 本书是说 卷 大家拜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五和卷六都是解冤色结 明日的卷七 或者今天下午有卷七 卷七很重要 卷七 卷七叫做第十品 卷七第十品是什麽 自卿 自卿品 即是自己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要珍惜现时的修行 你现在得到人生 今天还是健康 今天还可以 看经 可以修行 可以行善 明日不保 所以古德有一句说话 今夜上床睡门去 今日脱械睡门去 不知明日穿不穿 如果你仍是 为衣食住行而忘录 为培养 这个 我们叫做臭皮浪 而日日形形逆逆 所追求的是 明文利养 五欲 五欲 财 色名 食碎 日日追求是滋养身体 所以我经常说 有一个英文 瑞典作家 在三四五十年代 说了他好句说话 这是一个旅行袋 我们现在身体是旅行袋 Our skin is the traveling bag of our existence That's a good quotation Our skin is the traveling bag of our existence 我们每天 拿着这个身体 这个有业力的身体 你还不懂得修行 还不知 什么是念法 什么是拜叉 什么是禅坐 如何去什么世界 為何是有四圣紀八正道 我们如何修行 佛法修行方法 是如何 一无所问 你来佛堂 被当佛堂是 一个会所 是一个识人的地方 是去吃了咨 烧香 虚度了 如入宝山空守回 不是烧香 烧香是儿奥是封俗 不是佛陀的意理 是中国人的一种风俗 你来到只懂得食斋 应该听经增加自己的智慧 自慶是什么呢 珍惜现在的生命 修学佛法 脱离六道轮回 不要再在生死里流转 生生世世 六亲眷属 不断怨对 我还提到一点 今天说完了 我忘记提 卷五和卷六 有两品 解冤色结 解冤色结有两个部份 第一个解冤色结是亲人的解冤色结 六亲眷属 父子兄弟 姊妹 孤儿宿伯 六亲眷属 解开六亲眷属的冤结 第二个部份是什么 解开对属四生六道一切众生的冤结 不止对亲属以前做错事 做一切众生 天天杀生食欲 冤结无量 要解开那些冤结 做了都不知道 要解开对一切众生的冤结 不但至亲人的冤结 所以 今天下午所读的 就是对四生六道众生的一切怨对 你知道就解开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